位在普里镇的家福希望学员从民国88年启用至今 受限于空间不足因此规划新建第二期房舍 并在今天举办动土典礼 包括立委马文君 副议长潘亦全 县府社劳处处长林志忠等贵宾都应邀出席 林处长表示 未来新管完成之后 将来提供更多完善的安置服务 也希望各界能够协助帮忙 在希望学员少女们非洲谷精彩的表演声中 这次的动土典礼就浓重展开 包括立委马文君 议会副议长潘亦全 政府社会其道动促处长林志忠等贵宾都应邀出席 林处长表示 希望学员主要是安置而少保护 事发转向的少女 目前的管设比较老旧且空间不足 未来新管落成后 将可以安置26位学员 对环境改善有相当大的帮助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代表林明珍县长 来参加加湖基金会 蓝头希望学员第二期的新建工程 刚才举行动土典礼室 希望学员最主要是安置 安置我们设政安置的少女 还有包括司法转型的部分 也就是司法少女的部分来安置 目前他的旧管因为是比较老旧 目前是安置18位 新管可以最高容量可以达到26位 所以说对于整个少女的安置的一个环境的改善 有相当大的一个注意 那在这边有这么多的贵宾来参与 正代表说大家对于这些安置的儿少等等 他们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环境 生活的环境跟教育的环境 大家都非常重视 那我在这边要诚恳的呼吁 我们的施工单位能够注重他的一个施工的品质 那施工的品质能够完善的话 我们台湾是地震带嘛 施工品质能够完善 品质能够提升的话 结构能够安全的话 这些少女们就住的就会很安心 那所以说也希望说大家能够来注重 这个工程的品质 也希望这个关心的人士 大家都能够来监督他的施工 议会副委长庞育全职表示 家福对社会的帮助相当大 尤其协助事发转向的少女 走出新的生活方面注意深远 这次动工后 希望新的管设更具有家的感觉 今天是我们家福 希望学院二级工程的动土典里 我们家福对我们社会好 可以帮助我们政府来做很多工程 来照顾我们这些这些女孩 要实际说来辅助我们 驾出一个新的生活 希望说今天党头 可以去外出做一间 真的舒适的家 有家的感觉 相信说如果有好的环境 我们这些学员在学习上 影响这些女孩又更认真 会更加进步 家福社会工作处处长周道雅表示 目前在台湾收治安置的管设 相当有幸 希望透过各界人士的共同支持下 能够改进所符合儿童权利公约的访设 家福基金会在南投埔里这边的希望学员 我们希望是能够 因为在目前台湾在这样的一个管设 还有在针对孩子的使用空间上 其实是有限的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整个地方人士 在共同的支持之下 能够盖一个就是属于 符合儿童权利公约CRC的 更有这样的精神的一个新的管设 它的相关的空间 希望能够再增加有24位 我们新的学员的一个容纳空间 那提供更安全更舒适的一个环境 那希望能够打造说属于青少年 特别是青少女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空间 然后创造一个更舒适圆满的一个空间 我想这是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的 希望学员第二期工程完成后 将设立修复心理创伤的辅导空间 及少年庇护所与地内的对源学习空间 同时也为社工设立提升服务能力的训练场所 期待打造不同的希望学员 给同时孩童或家庭 有更好的安置服务的住所 记者陈云志 埔里采访报导